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背后这个怎么是感觉是跟着你走的 就跟着我分析走的 也有朋友说这个 涛哥你少说点 说走了回头说过了 我没那么大本事 人家是主席了 人家就当中春主席了 我够不着 好 我还得请朋友喝咖啡 朋友还得请我喝咖啡的 我就 两码事里 人家背后有高人士这件事 但是 他的出手做法 我们就这么说啊 咱一按照天数 一天到一天 到现在 我跟你说到现在 他这活没干完呢 他从三中全会 2013年的三中全会 马来西亚的地雷 到现在没炸完呢 换句话说吧 2013年 三中全会 马来西亚的真正那个 最关键地雷 明天才炸呢 惊哲那天 东眠动物都出来了 狗熊爬出来了 有天我讲节目 我说 我说我看那个蚯蚓 哎呀 真是挺感触的 下了一场雨 天温度那么高 蚯蚓全给冲出来了 然后第二天下 下一场雪 全冻死了 冻死完了之后 然后等再过一天 太阳又突出来了 那雪全化了 马马路上都是 这么大的蚯蚓 你别大 都是这么大蚯蚓 尸体 哎呀 我说这与其说人捣乱 其实就好像在山里头 就是纯粹就是 给他们来一场 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毁了 那蚯蚓是冬眠的 明天开始往土 往上钻了 生命就不过如此 与人同样的生命 同在一样的生命 就是同样的 对吧 就是同样的 那这是让我相当感触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如何看待生命 这是关键 而今天在讨论习近平的事情 绝大多数人都是以现代科学 哈佛政治学院 什么 这个纽约 纽约大学的政治问题专家 法学院一教授 全是这一面的 对吧 像有七点我说了 一定要依法治国 必须要改变制度 法官睡 法官睡女律师 照片可以随便这么登 你家也有老婆 他们家也有先生 你们家老婆这么睡成吗 他们家先生这么睡成吗 你不干吧 你不干只是你吃了亏 你妈他缺德是因为吃亏 那轮成自己 自己也爽一把 多少高喊着 依法治国的人 就是现在在共产党框架下 喊依法治国的人 不是这样 见的太多了 太多了我跟你说 只不过我跟大家讲 从人上讲 就是卖肉的方式不同 我朋友说 涛哥 这么大声 邻居干 是 这蜜蜂不错 我这小屋弄的蜜蜂不错 不知道 但是这么大声 是 人说朝着对方 这邻居住的稍微远点 就这么回事 说到一些 说到一些某些特别的东西 还说声大 这期节目声就小了 根本不大 这个耳蜂我调半天 他都调不好 终归他是用 无声的 所以 在共产党框架下 搞民主的 是网购的 比较时髦 这个 在共产党 干脆搞 搞共产党那一套的 那是强奸的 就是 所以我说的意思是生命的本质 是生命的本质 然后有朋友 还留言说 哎呀我们那儿那个律师 我说你都不用说 都是这个 都就这一口 昨天前天还有朋友 他说很对不起 我没看你前面那半截 结果今天那前半截挺长 四十多分钟 后来我看到留言 我实在背不住 回头又看那前半截 哎呀讲的很有意思 因为我以为你那前半截又骂那些卖肉的呢 又骂那些卖肉 其实就这么聊天 生命的真实 这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过程 有时候在相当程度上 我不太喜欢什么穿西服 打领带 我个人也不太喜欢 原来做节目的时候 那么长时间 后来有点名望的时候 但是平常大夏天 穿一大裤衩大背心 就在外头 朋友碰见了 哎呀涛哥你好 那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终归也得给人家 听说大家总是有个形象 因为你总是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 但是说心里话 生命相当自然 它就是最真实 就像我跟大家讲 没有 这节目我就这么做 看见事情了 咱就说 你灵魂是不死的 当你的灵魂不死的时候 它是源源不断 如果一个人轮回转世 几百年 上千年 你还是推荐大家去看 与神同在 与神同行 这电影现在国内肯定有的看 现在网上肯定那么发达 肯定有的看 你看一看那电影 人根本没死 死不了 所以人这头死了 就是下汽车 陈小鲁多厉害 就不盖档期 这是让我 让我感觉到 就说 甚至他都有一种使命感 他有他的理由 他没盖档期 他绝对有他的理由 他没盖档期 但这个理由 真正背后应对的 是在这个时辰 就在今天这天 3月4号 南昌机场屋顶被吹了 他爸爸就是南昌机 当年南昌起义的 主要的人员之一 两把菜刀闹革命 革命到他儿子这辈上 他对共产党有认识 这个圈化圆了 这个圈化圆了 南昌起义牵头的周恩来 没死 早死了 咯屁了 早完蛋了 他连海岸都没有绝火 是不是 毛泽东有孩子 一个他都不敢认 一个傻了 一个死了 他睡儿媳妇 是不是这道理 那是简单的牲口问题吗 那是简单的 没有道德问题吗 所以我推崇说 大家去看看风神演义 那风神演义 人们说都是胡说 没关系 胡说你爷爷的 爷爷的 都在看 从明朝就开始看到现在了 不是你爷爷的 爷爷的看吗 如果你爷爷的 爷爷的 爷爷的没看的话 那书留不下来 是吧 你看习近平选的 你拿着枪抵上他 花钱 政府一完钱进办买 他是这么买 那个不是藏着看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弄不着在家 到处找 说只是听了老爹说 有本风神演绎 有本水浒传 那个是 后来到大学里去 看了第一本 这个武侠小说平宗瞎影 在同学里传 我忘了我怎么找着 一本平宗瞎影 全班里传 弄得三个人考试都不及格了 因为就逼着 你看我看我等着你看 那时候金庸还没出来 第一本是 改革开放的时候 第一本是平宗瞎影 那些都讲的是 你看的是 那你说他叫不叫特技工程 你说他胡说没关系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读的是科学 恢复 刚刚恢复高考 但最让我爱看的是 迷信 你也一样 对吧 再过一个月清明了 给你妈烧不烧钱去 给你爹烧不烧纸钱去 这是关键的 对人的认识 所以这一点上 从对人的认识来讲 我就说那话 人坏了 人坏了全都坏了 文革华 文革华 前两天出了个事 一个中国人 应该是中国人了 应该没什么错 这个人都已经抓着了 一个中国人 在一个图书馆里头 因为有关 文革华 接受外来人口的问题 出现了双方 一个人支持移民 一个人反 一拨人反对移民 在文革华市政府 市长办公室 市政府里面 有一些抗议 而市政府呢 是跟文革华的图书馆 国家 这个图书馆 是联为一体的 一个中国人 不是留学生 他已经应该是落地了 就是 原来以为是留学生 不是 把一个老太太 一脚踹飞了 迎面一脚踹飞了 好来人说 那要什么二狼 非狼 叫什么国内演什么狼 爱国主义 那要说那狼看多了 是啊 那要什么国内演什么狼 就是 这一节目中 这一节目中 真是 对 看多了 Wake up 这个 对 我的 是 这件事情呢 加拿大皇家骑警就非常注意 所以大家看我视频的时候 今天说已经抓了这人了 如果他没身份 十有八九就被遣送了 十有八九被遣送 那这是真实的 那因为意见不同 在公共场合一角给人踹飞了 城管是这么干的 武警是这么干的 拆房子是这么干的 马路上打架是这么干的 没错了 在中国大陆 对不对 几公公汽车这么干 那坐地铁的这么干 买菜的买根豆苗打起来 也这么干 过年的有两家 我看是内蒙古的 因为站坐 因为到酒店吃饭站坐 两家动刀动枪打起来 有人说是因为抢那个 抢那个电梯 结果三死 一死三伤 我一再跟大家说 人坏了全坏了 人为什么坏了 当你把自己当成高级动物 无神论认知的时候 你是天下最坏的人 你是天下最坏的人 他坏的问题 不单伤害别人 你伤害别人的基础在于伤害你自己为先 你这个人不是个有灵魂的东西 高级动物就是块肉你爹你妈给的 你怎么叫有灵魂呢 所以你活在这块肉上 你嗝屁就完了 所以你活在这块肉上 你一定是纵欲的 因为它就是这么纵欲来的 欲望来的 你摆脱不了它 所以人的理念叫妄恶淫为首 那去掉了淫荡方为人之真实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面对真实的 加拿大那么民主的社会 这么公平的社会 那个破东西可以把那个人一脚踹飞了 我跟你说 今天在中国大陆即刻成为加拿大的体制 你说得死多少人 你说人能改吗 体制能改变人吗 胡说 对不对 对高级动物 对高级动物的社会实行所谓的民主观 那是高级动物放纵欲望 寻求自己 绝对淫荡的一种追求 是对人的侮辱 重述人的认识 这是最关键 他的侮辱 我说对人的侮辱 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侮辱自己 以侮辱自己为先 以伤害他人为二 你不先侮辱了自己 因为你的认识侮辱了自己 那你就没有那个能力去伤害别人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善良的 那个时候你有善良的成分 相当的成分 那谈到人呢 谈习近平 现在就是习近平了 所以这两天估计 他说人大要开到3月20号 这个月有估计 你看我干不了别的 我们他会有很多事情出来 因为人大改革就有实项 起码其中关键是修宪 人员的公布 而且要在人大宣誓 他们要向宪法宣誓的 这是人大第一次 然后还有这个 最后的人员大党 还有这个国家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什么 树立国家机构 党没了 我话跟你说 你随便随你了 习近平 竟然被 成为这个终身主席 结果 川普大赞习近平 这个事呢 就成为了个事 星期六 昨天 因为川普回这个佛罗里达休假 佛罗里达就是 他去年建习近平的地方 星期六 他在佛罗里达自己大宅子里 出席了一个 共和党的闭门筹款午餐会 CNN呢 获得了当场的一段录音 还现在因为这个多手机这事 CNN获得这录音的话 给CNN那哥们儿挣钱 那挣钱 十万二十万这都有可能 二十万三十万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应该是 是什么价 当年加拿大多伦多的那个市长 有一段录像被人家 披露出来 被人家朋友卖了他了 人有关他吸毒的事情 那段录像大概有两分钟 据说是卖了二十五万 是三十万 给了当地加拿大最大的一家纸媒 大概是那么多钱 星导 叫多伦多 星报 多伦多斯大 所以这个当时后来消息出来 咱才知道 这么多东西能值这么多钱 那CNN都不知道值多少钱 好 川普在吃饭期间 午餐会嘛 谈到了习近平扩权 说习近平现在是终身主席了 终身主席啊 那他是终身主席 很好啊 这是苹果日报 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啊 他很好啊 我想这很不错 或许我们将来某天也可以这样 这事麻烦了 钱都都行 后都这句话说下了 在美国社会嘛 或许我们将来某一天也可以是这样 他在当时呢 整个厂里面 宾客呢 传出了一阵笑声 川普又赞扬习近平 是一位很棒的绅士 这里他翻译成用作绅士啊 很棒的绅士 他是一百年来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 是这么一段话 那这段话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正赶上周末吧 所以西方媒体还没有炒作 但有些媒体已经在炒了 那这里呢 这是在一个星期里面 川普第二次再次公开赞扬习近平 星期一 上个星期一 一个星期前 他在美国州长会议上 美国总统与州长会议上 胜赞习近平 胜赞习近平 那结果这个星期六 他又在这个环境中 谈到他是很 很棒的绅士 他是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 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 不是他川普今天说的 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 是在2017年4月份之后 七八月份的时候 川普在不同的场合 屡屡用了一个习近平 将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 是川普一个人说的 所以我坚持跟大家分享 我说你记住 川普跟习近平单独见面 在去年4月份三个半小时 我看到的照片的显示出来 旁边连翻译都没有 那川普到了中国访问 我就没印象 他们俩单独有多长时间 如果习近平和川普之间的对话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头 没有翻译 习近平英文有多好 不敢说 但他确实在美国待过 一个英文 我们都在美国 我们都在这个北美待着 当英文不好的时候 什么叫英文不好 他没多少词汇 对不对 他一定是yes no 是我要干 就完了 对不对 一二三完了 五十个词 颠三倒四就行了 我原来跟人开玩笑 我刚来的时候 人说你这英文什么 我说五百个词吧 五百个词吃个拉撒睡 全够了 你放心吧 他说那你那话说的不对 我说没关系 落在一块就是了 对吧 几个W往那一放 几个W往那一放 一个H 你记住 你记住 全都说明白了 只是人家说的时候 你听清楚点 你说你说慢点 你别跟很多中国人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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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外就给yes啥 老外骂你呢 你那还yes呢 很多中国人不懂 他就yes yes yes 其实不是 是很自卑的 我跟你讲很自卑的 我在边上碰见 我们看这样的 很多朋友 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高级动物的理念 造成了自我的伤害 我真的你 我没有 我不想说谁对谁做 很自卑的 所以这是我讲 共产党摧毁生命 所以这段话 就成为了一个新闻了 那绝对是新闻了 所以路透社在报道时说 不知道川普这番话 是否在开玩笑 白宫也没有回答这段话 但是身为美国总统 在一个公共场合 他讲这样的话 那是对美国制度的一种 潮 这个这个 那美国人是不接受的 我刚才说了 是最后那句话 我某天也可以这样 那他现场是一阵笑声了 那从笑声上 你可以听出来 起码笑的人 大家理解的人 是一种 讲他是个笑话 可是在我的眼睛里呢 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川普再次 盛赞习近平个人 第一 第二 我们不知道是在什么背景下 川普谈到了习近平 但是呢 他是在佛罗里达 他自己搭宅子 如果他自己搭宅子里头 那一年前习近平在哪里 一年前的4月6号 7号 在两天 而当时他去的时候 川普再见习近平之前 在飞机上 从DC 华盛顿DC 飞到佛罗里达出 跟他随行的记者都说 我不知道他干嘛来 我一点都不知道 谈什么我不知道 有什么可谈的 现在就是跟他 就是中国人 把美国人的工作抢了 你看看那个时候的采访 就是这个 他直接了当 他见习近平也是被迫的 但是两天之后完全改变 什么东西改变他 我一再跟大家说 川普老想做里根 里根是他的心目中的生命偶像 那里根干嘛了 把苏联共产党干了 就这么回事 里根是政客吗 是政客 因为他是好莱坞团 他是好莱坞团 他是好莱坞团 好莱坞这个影谊 什么工会的主席 是工会主席 那是政治 那类似 而他却不是说 像州长议长这样的 真正的政客 今天晚上好莱坞颁奖 那去年的好莱坞颁奖 是把川普骂 最后他自己死了 去年的好莱坞颁奖 最后出现的乌龙 是好莱坞的人遭到报应 我话跟你说着 好莱坞的人遭到报应 去年的奥斯卡奖 那个报应完了之后 好莱坞的顶头的制片人 导演男影星 全有关性侵的事情 被曝光 而我的节目是说 当年的那些女孩子 性侵绝对是被伤害 而当年那些女孩子 他的价值观 同样是被他 要在人世间的成功 而任意的遭到侮辱 而不敢发出声音 而今天发出了声音 最强有力的声音 就是那个 王那个女演员 叫什么 是这个男人的搭档 他们好莱坞的三个 金三角 其中的一个 那个女孩子 在纽约时报登的文章 直接说 我今天人老猪黄了 她已经对我没意思了 没兴趣了 这是里面在 讲了一个事实 里面有着利益的成分 但是在我眼睛里 这是今天生命的价值观 所以我想说 川普讲出这段话 依然接受习近平个人 但坚决反对中共政权 刘鹤 无功而返 刘鹤到 刘鹤到了美国 用了多少天 25号26号去的 到3号才回来 一个星期啊 然后说 有人说 说习近平派错人了 鹤 美国是鹰 那么不把鹤给点不了 对吧 川普根本不见刘鹤 但圣诞习近平 为什么 刘鹤去谈买卖 习近平去谈人 所以在我眼睛里 这是等同的 时间上顶同的 所以川普接受习近平 习近平一定在很简单的 英文交流中 跟川普交底了 交了什么底 告诉他 人大开会完了之后 我是谁 你是谁 如果你帮我成功的话 我将干嘛 你一定要 要帮我干嘛 到时候 你就是谁了 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说法 但你无法解释 川普圣赞习近平 但对中共政权 是恨之入骨 你怎么解释 这就是一个拥有生命理念的人 他是个利益的生意人 但他更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人 就这么回事 说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 这是他拥有传统的生命价值观 那你说他对女人也动手动脚 我再跟大家讲一句 你不要追求完美的人 谁是追 谁要求别人完美的 你这个人就是个小人 第一个 第二个 凡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 起着 起着一种历史性 历史性作用的人 没一个完美的 没有完美的 就像有期节目我说的 孩子不逃学 那人没用 为什么 他的存在与不存在 对任何其他人没有影响 他的存在与不存在 没有价值 他失去了一个人的特征 那些话都别说绝了 所以这件事情 是很 在我眼睛里是很有趣的 所以就是 他谈到了习近平 这个称帝这件事 称帝这件 习近平这件事情 给带来的影响 结果恰巧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际媒体在 有关习近平 成为要去废掉 国家主席制的 带来的影响 时代周刊 习近平修改了几十年的 政治正统 这是讲邓小平 那显示习近平 也可能在国际社会上 不守规矩 谈不上了 我还是说 刚才我说了 淘学不是个好学生 这个人 不会有出息的 夏明先生 这是政治学教授了 他就谈到 中共不断撕毁 国际的合同 和破坏国际义务 已经是公开 全面否定 香港一国两制 包括世贸组织 对中国的要求 那习近平修宪 可谓为中共 背信弃义的棺材 钉上了 最后一颗钉 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讲 是这么回事 所以刚才 他的背书 大家在讨论 在媒体中讨论 这件事情的 更大的背书是 习近平代表中共 而刚才川普 讲的东西呢 只对习近平个人 所以很多评论 不是分开的 川普是分开 香港的 对不起 英国的金融时报 习近平的强人统治 将延续很长时间 西方要做好准备 要有一个连贯性的战略 其实呢 这个分析 都在共产党 中国的基础上 可是 他将要进行的是 党和体制的改革 党和 党和政府体制的改革 对吧 这个 这个大家要 正好这有一个时间差 夏明先生 习近平强力修宪 是个象征意义 那内部的危机 经济危机很厉害 党内斗争极其激烈 实际对中国社会的 总体是个挑战 所以 那他认为呢 中共趁机呢 趁习近平的 趁川普的做法 有机可称 会在 会导致 乱世 就是世界大乱的场面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都太表面了 他在外面的讲法 包括一带一路 是为了把中国的问题 转出去 这是 这是他的难处 是在这儿 对吧 而他的中心 他的中心 跟川普 跟川普一样 就是 他叫中国梦 川普叫美国强大 美国优先 谁都是一样 各自 各自把自己的事 干好了 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所有说 一个无神论的人 一个无神论的人 永远说 对别人好的 都是欺骗 无神论的人 说出对别人好的东西 是欺骗 是不是对自己的利益 共产党最典型 高文谦先生 说时代周开的论点 点到了要处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习近平对内实行独裁 对外势必扩张 是极权模式 国际社会都紧贴 他里面都打到那份上了 钱都是印的 这些只是他表现上的一个 他根本没有出路的一种 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没有出路的表现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其实 他最后这颗雷霉炸 两会开完之后 一切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你才能探讨现在的问题 你现在探讨这些问题 都太早了 本国发言人问到 有关这件事情 说怎么对自己国家 怎么对自己国家 才最好的决定 那将取决于中国 人家 我觉得很有趣的 这个对比之下很有趣的 我刚才说了 那个人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那个男人 可以一脚把老太太踹飞路 这是个民主的社会 这是一个拥有人权的社会 这是一个人人都欣赏 这一份自由的社会 用那个耳麦 一下把他耳麦都给说了没电 我们就这么录了 因为这集快说完了 那个我们就这么录了 这集 所以他提到说 美国在世界地位上 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 是自由民主 人权理念的捍卫者 所以不能够轻言放弃的 那其实这里面 大家就是 我跟大家说的意思 就是朋友们讨论中 总是有个错位 中国很多中国中国问题专家 永远把习近平当成一个 就是共产党代表 这也是完全对的 他是共产党代表 所以完全把它跟共产党一体化 而在以川普为代表的 美国的政府的最高层呢 却把习近平跟共产党分开看 在有关国家政策 有关中共政策的时候 他们是一体的 但是对习近平个人 他们是分开了 在这一点上 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包括海外的中国人 却没有人 很少把它分开的 那我在节目中 跟大家探讨中 也是把它分开的 就是说 今天要不分开 怎么要有打着红旗 反红旗的说法呢 对吧 红旗不重要 又重要 当人借助红旗 干了伤天害理的事 那就最邪恶 而一个人拿着红旗上去之后 把红旗一掘 咔一道 哗嚓其道的插了 什么叫倒着插了 党和国家机构的真正体制的大变革 就倒着插了 用党的名义 一直打到了国家机构 打到了政府 然后扭过两个 咔嚓插死了 因为他什么权力都没有 他只有一个国家 他只有一个中共总书记的虚职 所以但是他 借助他一铁哥们 王岐山中纪委书记的实权 那是实的职位 他是虚的职位 就走到了今天 哎呀 就费劲了 现在 然后他提到 高文先生有提到说 不排除习近平内心 有打台湾的想法 当下民族主义盛行的中国 很具有煽动力 对搞终身制呢 最冠冕堂皇的辩护 打台湾 他要台湾 他要中华民国 他要中华民国 打什么台湾 不是那么满的事 所以这是 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关键的 很多朋友 都是共产党的惯性思维 我跟你讲 很多反共的朋友 是共产党的惯性思维 被他洗脑了 然后去骂他 去打他 在这个 于震生的政协会上 不提一国两制 而且机构改革 可能把台湾 香港 跟澳门 放在一起了 有人说在 矮化台湾 不是的 不是的 在中国的框架下 跟中国人有关系的 香港 澳门 台湾 是一个制度 共产党的中国 是另外一个制度 当他不谈 一国两制的时候 是他要吞并 人家的制度 还是要放弃 自己的制度 也没谈九二共识 而中 一中的原则 在中华民国框架下 习近平2015年 已经承认了 作为身为 中共政权的 最高领导人 那是正式见面 为什么就不面对他 他这么民族主义 他这么个人强盛 他这么强调党的领导 为什么这么个人 在同个酒店里 去接受了中华民国的 棋牌和中华民国的总统呢 这能是开玩笑的事吗 学了这么多 什么宪政学者 国家政论者 那你这种事 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先生说 美国时代周刊的题目叫 习近平毫无顾忌地改变 中国四十年的政治正统 他说这个英国人 根本不懂中国政治 我觉得程晓农 我个人很赞同程晓农先生 四十年的政治正统 胡说八道 他说丰富多彩了 五条 第一 军委主席邓小平 认定自己的任期无限 82年修改宪法 把李先念的国家主席 给限定了两届 所以是邓小平的军委主席 强奸了李先念的国家主席 就是今天很多反共学者 骂习近平倒退的这个宪法 我不能说别的 大家都是不错的人 我也不懂 他为什么就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麻烦 第二 普通党员 邓小平 92年南巡讲话时 要撤掉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江泽民 用乔石代替 那官场民间 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合法性 没错 第三 江泽民98年赶走 为赶走乔石 提出政治局常委 70岁退休 江泽民例外 没错 第四 02年江泽民为赶走李瑞环 根据李瑞环的年龄 提出了七上八下 这就是来处 没人怀疑江泽民 那 第五条 02年退休的江泽民 可以不让接任的总书记 胡锦涛任军委主席 长达两年之久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说他是倒退 是啊 82年宪法 他说的是从92年到02年 20年 92年是 他举的例子不止是92年了 举的例子是整个20年了 而92年是邓小平南巡简化 没人反邓小平 说的是改革开放 没人反江泽民 其实因为他是动物 他有能量 对吧 给长者续疫苗 我跟你说 你给他续疫苗 你真的是抽你的筋 把你的皮 你行不行随你了 随你搭小便了 我只是劝善 对中共而言 国家主席的职位可重可轻 毛泽东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 不愿意担当这个职务 95年干脆取消了 82年 李先念不满自己的 呆了多年的总理职位 被邓小平给了赵紫阳 邓小平为了安慰李先念 恢复国家主席的续职 这就是今天很多人送羊的东西 没跟你说吗 你没有生命理念的说 真是可怜 在我眼睛里 我没有任何笑话你的意思 太可怜了 你只有利益上的取舍 你没有自己生命的认识 没有生命的认识 我说可怜是因为 你不认识自己 我没说别人 所以中共体制内 国家主席一点都不重要 主要是总书记和军委主席 这两样从来没有限制过 所以在陈晓农先生 陈晓农先生认为 中共恢复个人集权 不能实现中国崛起 也不会触发冷战 都不可能的 第一 冷战的现在是根本不存在这个条件 第二 中国早已经跨过了巅峰状态 从各方面都在走下坡路 经济崛起一说 早已经过时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我觉得陈晓农先生讲得很明白 所以陈晓农先生看到了 是一个生命的概念 而不是体制决定一切 人的概念 那川普同样是讲了人的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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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